Zipbox公司总部位于马省,现阶段在马省获授权于立县占地40亩厂房,从事CBD的提炼。 该公司自2016年起,在加州启动合法医用有机CBD萃取的项目后,从2017年开始接触哈佛研究团体。 在马省研发CBD的医用价值和功效,并成功研发出有机密封箱种植法,其原理采用高科技温室,无害有机培植。 这种方法,不论在任何环境和气候情况中,都能为种植园艺产品或CBD制品营造最佳控制环境。 据了解,该集装箱的优点是单元化操作,从使用区域自创定制设计的水泵系统,突破性的ROI循环水系统,电源自动化调节系统和温室恒温设备等。 每个单元都是一个镇压循环环境,同时采用无毒杀虫有机高科技温室栽培技术。 Zipbox全面使用有机无害栽培和高科技甲权提取。 集装箱内设备齐全,灌溉系统几乎可从有机种植,从而实现检控、可预测和更强劲的生长因素,营造出目前先进和高产量的收获。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